杜甫的绝句四首不仅是一组即兴创作的短诗 更是唐代诗歌中的瑰宝 展现了诗人重返草堂时内心深处的安慰与眷恋 这四首诗被杜甫简单称为绝句 似乎并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装潢或标题 而是任凭意向铺展 情感自在流露 诗句简短却蕴藏深意 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表达了杜甫对草堂生活的满足和对自然的由衷热爱 杜甫与草堂的情节 回归与归宿 杜甫曾多次出入草堂 位于四川成都的草堂是他晚年避难 隐居之所 是他数次避开战乱后的暂居地 对杜甫而言 草堂不仅是栖息之所 更是心灵的庇护港湾 安始之乱后 杜甫的生活长期处于动荡中 漂泊的经历让他倍感沧桑 因此每一次重返草堂 杜甫内心都会涌起一股归宿之感 这组绝剧四首就是在他重返草堂时 即兴写下的 充满了他对自然与田园生活的热爱 杜甫没有为这些诗提名 因为这些诗句根植于当下的情感与场景 让我们得以感受到诗人最自然 最本真的情绪 其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 唐熙长笋别开门 欠北行交却背村 没熟许同猪老吃 松高你对软生论 第一首诗描绘了杜甫草堂周边的场景 这些景物简洁明了 却富含诗意 首句唐熙长笋别开门 以竹笋掌势比作别开门 显得别具生机 象征住自然对诗人的热情欢迎 竹笋掌于门外 像是为他开了别样的一扇门 仿佛是自然界对他的友好示意 第二句欠北行交却背村 写出了草堂北面欠道旁的花椒树 这些树木背向村落 展现出自然中的一种无拘无束 没熟许同猪老吃 松高你对软生论 是对朋友的邀约 表达了杜甫对淡薄生活的向往 他在此处以眉松作笔 表达了对有人陪伴的渴望与自然生活的满足感 杜甫向往软极的旷达人生 也希望自己在草堂的生活能够接近这种理想 整首诗的情感质朴而深沉 杜甫在自然景物中找到精神归属 与自然的和谐相容 其二 自然的力量与不安 欲作于良云富湍 因经四月雨生寒 清晰先有蛟龙窟 竹石如山不敢安 第二首诗突出了杜甫对自然力量的敬畏 在这里 他描绘了四月的清晰景象 起句欲作于良云富湍 于良指的是水中筑起的堤坝 是诗人计划中的理想工程 但随即而来的水流湍急让他被自然之力震慑 云富湍表现出他计划遇到阻碍的无奈 春季的雨声与水势带来的寒意 让杜甫感到一种不安 这种寒意不仅来自于水的湿冷 也暗示了诗人心中的漂泊 清晰先有蛟龙窟 竹石如山不敢安 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的神秘与力量 蛟龙窟象征了清晰深处的危险与威胁 杜甫将竹石如山描述为不敢安 仿佛自然界一切都潜藏危机 这种忧虑映射了他心中的不安 既是对自然的敬畏 也是对自身敬欲的隐约投射 其三 诗中江山与自我心境的开阔 两个黄黎明翠柳 《一行白路上青天》 窗寒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传 第三首诗是最为人称道的名句 以生动的意象描绘出一幅明快 开阔的自然景象 杜甫采用了对战工整 层次分明的手法 展现了他内心的澄澈与闲适 两个黄黎明翠柳 《一行白路上青天》描绘了黄黎与白路的自由飞翔 色彩鲜明 充满活力 这种自然的勃勃生机 不仅是一种视觉享受 也是对诗人内心平静的映照 窗寒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传 这两句用对战手法 将空间与时间完美融合 表现出诗人心境的开阔与自由 西岭的千秋雪 象征了不变的自然之美 而东吴的万里传 则暗示了遥远的距离 杜甫的草堂 正位于这样一片诗意的环境中 他的内心 因着辽阔的自然景色而豁然开朗 仿佛生活的苦痛 都被这一刻的宁静所治愈 其四 谦逊的生活态度与自我审视 药条药甲润轻轻 色过宗庭入草庭 渺满空山残取玉 根居细的窃成形 第四首诗 杜甫借草药之相 表达了自己谦逊的生活态度 起句药条药甲润轻轻 清新翠绿的药草 仿佛经过雨露滋润 展现出生命的薄发 象征了草堂生活中的简单而自然之美 色过宗庭入草庭展示出药草的色彩 蔓延到草庭之中 这种意境将草堂环境描绘得生机勃勃 仿佛是自然给予诗人的一片绿意栖息地 描满空山残取玉 根居细的窃成形两句中 杜甫将自己比作草药 尽管已经茂盛满山 他却依旧惭愧 因为自身像药草的根 只能在缝隙中成长 难以成形 这种残取玉却成形展示了杜甫内心的谦逊 杜甫在诗中不仅描绘了草堂周围的宁静与生命力 更表达了他对自己的一种低调审视 虽有所成 但他依旧保持谦逊的心态 绝具四手展现了杜甫在草堂生活中的宁静与满足 同时也映射出他的生命 自然地深刻理解 这四首诗语言简练 意境幽远 将日常生活与内心情感完美结合 不仅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也体现了杜甫即兴创作的才情与自然随意的风格 杜甫没有为这些诗特意取名 因为他希望以最朴实无华的形式 呈现内心真实的情感 自然流露出的情景交融 使绝具四手成为绝佳的短片诗作 从内容上看 这四首诗虽以简短的语言描绘了草堂四周的景物 但诗剧背后却隐藏了杜甫丰富的情感 带给读者深层的思考与回味 在诗歌技巧上 这四首绝剧融合了杜甫成熟的艺术手法 对账 比喻等手法运用娴熟 使得每一句都具有独特的韵味 杜甫的绝剧四首不仅在艺术上堪称典范 更反映了他对自然与生活的独特感悟 杜甫在诗中展现的情感是温暖而平静的 这种情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诗人 杜甫在创作中达到的即兴与平淡之美 使得这组诗成为唐代绝剧的经典之一 成为后世诗人效仿的范本 杜甫的情感表达是那么真挚自然 让我们从诗剧中深刻感受到 一个诗人对生活的感恩与敬畏之情 由此可见 绝剧四首是杜甫在草堂生活中 情感的真实流露 诗剧中隐含住他对自然的敬仰 对生活的热爱 以及对自己经历的豁达感悟 杜甫用极其朴素的语言 书写了生命中那些看似平凡 却充满失忆的时刻 正是因为杜甫对生活的热爱 与对自然的敬畏 这些短短的绝句才如此耐人寻味 这些诗不仅展现了杜甫的诗才 也让人们对他的诗人情怀更加敬仰